糟糕了 76%認為要減便宜 代表可能還沒有止跌 他協同理論對不對 這些 他可能反彈完之後 還有可能會再去跌破前一次的一個低點 所以比較輕易的現在去買對不對 因為說不定還來一次 再一次震撼教育對不對 大家好 欢迎收看富足今周期 我是主持人王志玉 最近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大震荡上演大怒神云霄飞车 那这么这样震荡的时候 难道真的不能进场吗 现在会是进场的时机点 可以减便宜了吗 哇 相信最一定是大家很想知道的题目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就请到了 资深分析师陈薇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薇泰你好 嗨 志玉好 大家好 好 那薇泰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在网路上的朋友们到底怎么看这次的震荡 会觉得现在赶快进场还是千万不能买呢 有76%的人觉得是减便宜 只有24%觉得接刀子代表大家其实都蛮乐观的 那这个问题要问薇泰你的看法 糟糕了 76%认为要减便宜 代表可能还没有直跌 擦协同理论对不对 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 其实我对于现在的行情呢 我认为说其实是没有到接刀子 但是也还没有到这个满地都是钻石的一个时候 所以有点介于中间是不是 对介于中间 那你就觉得还会再往下咯 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现在有一些相对高档的一个个股 它可能还没有修正完毕 那因为要涨太多嘛 然后如果说财报数字不够好 那很可能它的股价呢 就会受到一些调整 OK所以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可以开始满地 钻石减黄金的时候 我觉得还不到 那你觉得大概还要盘整多久 因为我们看那个现金就是重重打下来 感觉很像V转上去耶 但是这样的一个V转 你觉得还要让它再沉淀一下吗 还要多久时间 我先回答就是刚刚 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还会再破底吗 对 对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一波段的反弹 事实上已经达到 就是前一波段下跌的1.2的一个位置点了 从最高到最低 大家已经跌了有4000多点 4000多点 那么这波反弹已经超过2000点了嘛 所以它其实已经突破了这个 所谓反弹1.2的一个强弱的一个分界 换句话说 其实就指数来讲 除非有非常非常重大的意外的利空 否则我认为前一次的一个顶点 基本上比较不容易再被跌破 但是在这一波的反弹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也伴随着一些例如说 像台积电的大涨 联发科的大涨等等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的中小型股 其实并没有跟着去往上做走高 中小型的个股 他们甚至连月均线都还没有办法做突破 那么像这些中小型个股 它的反弹的幅度可能只有0.382 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弱势性的一个反弹 是换句话说呢 这些这个中小型股 它可能反弹完之后 还有可能会再去跌破前一次的一个低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分别不一样的股 可能它接下来走势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刚刚说 现在虽然说不到那种所谓 接刀子的那种恐慌危机的一个时间点 对 但是也还不到说说遍地都是黄金 遍地都是钻石 所以不要轻易的现在去买 对不对 因为说不定还来一次 再一次震撼教育 维胎有自己一套很厉害的心法 叫做价装股的心法 所以我们就要请维胎来教教大家了 每一次呢遇到这种大震荡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用这个价装股的心法 让自己帮自己挑到钻石股票呢 价装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啊 好 价装股呢 它其实是一种悬股法 悬股 我想先请问志玉 在股票投资里面你认为选股重要还是操作重要 应该是操作重要 哈哈哈 其实答案是多重要 我们在操作股票怎么样才能够赚到大钱 低买高卖 对 低买高卖 而且要做到什么 做到什么 波段操作 哦 如果说你今天买 明天买这样 赚到小小的一点点这个所谓的三毛四毛 对 赚你电当钱 对其实 不够工资 我们要贪 贪大条的 对好 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报到波段 就是买进不要买 买进不要买 眼睛闭起来电脑盖起来 我们十年后再来看它 是 看有没有 一斤变瘦变一斤厨 通常大家买完之后 会报不出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震荡 股价都会震荡 那一震荡过程当中 你可能你买进的成本就会跌破 对 然后大家会怕会怕 那这样子就很可能会被洗出去 对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能够成功的报道 报道波段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你要买的够低 所以价装股的选股法 基本上就是要帮大家想办法找到 够低的个股 既然你就能够报的比较久 是 但是我并不赞同就是 报到天长地久这么久 所以价装股才要精挑细选 就是它现在趴在地上 但它会站起来 对 你不能买那个趴在地上 然后它还掉到地下室之间 就不行买错了买错了 对 所以价装股主要是帮大家挑到 适合做波段操作的这些的一个股票 就像我常常开玩笑说 假设我今天要给小孩子一笔钱 那我把这笔钱拿去买股票 那我总不会希望这股票买完之后 这股票的价值是缩水的吧 不行 所以至少说我买进了一个股票的一个价值 至少要能够保值 或者是它的下档风险是有限的 所以叫价装股选股法 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笔钱是你要以后留给孩子的 嫁装的 它要慢慢长大的 所以风险的考量会是我第一优先的一个考虑 首先它不能变小 对好来我们看选股新法 第一个就是是不是低位阶 对总共有五个SOP 我必须要先去判断这股价是不是低位阶 其实很多人都说那老师我腰斩了50%算不算低位阶 对算 我觉得不一定 有些个股第一波下跌就跌了50% 有些电子股就是这样 反弹再跌30% 从腰斩到膝盖到脚白都有控过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低位阶并不只是说它是跌的深 而且它已经修正过可能说我下跌一次了 反弹我再下跌一次 或者是我反弹有下跌到第三次 就是我该跌的该洗的筹码都已经换手换干净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所谓低位阶的 所以不是那个股价很低就算跌位阶 或者说跌三成跌两成算跌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一个天平 我觉得比较客观来讲是至少可能要杀过两波或杀过三波 那以目前大盘来讲 其实说真的这边已经有杀过三个小波段 所以我才说这边其实未必到这个所谓接刀子的阶段 但是其实有些个股其实可能它只杀了第一波 它还没跌完 对 OK好那就不算了 好再来 这就重点了 对股价是 然后你要有主底现象 对刚刚说的嘛 我跌的很深 可是不能够再往下跌到B1跟B2啊 对啊 所以它必须要让我们看到它有所谓的主底迹象 那主底迹象呢 就像大盘 我们刚刚举大盘来讲 就是诶 可能呢它有一段时间它没有再去破底了 或者是创新低 对 那这时候可能通常都要花到一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 嗯哼 去做一个观察 所以不是刚跌马上进去 对 你要让它一段时间沉淀 对 没错 你刚跌去接通常反弹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往下去做回撤 OK 那这个时候接不管接的好接的坏 你还是会怕怕的 你就抱不住 就不够低嘛 对 所以要有主底现象 对 再来要看筹码咯 对 筹码面是否有利于多方发展 嗯 这包括像是有些 例如说法人的持股 法人在照顾的持股 嗯 外资卖超转买超啦 或者是说 诶 投信呢 开始连续性的买超 有出现韧养的一种 呃 投资的一个手法 是要有大人开始进场买 对 或者是诶 大股东有没有在低档 偷偷的在吃货啊 这些都是一个 蛮可以去做观察的一个重点 是 这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已经归在那里 它会被站起来 对 有一些归在那里 它可能归十年八年 如果都没有人大人进来认养的话 你可能要等很久 然后再来这个就很奇妙 所以我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 市场有没有追价意愿 对 当我们股价已经跌下来之后 嗯 已经进入到主体阶段 那么它没有再破底 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手上有股票的人 不愿意杀低 嗯 不愿意借卖 所以它不会有更低价 是 可是我们买股票是希望 有人愿意追价 哦 追得上去买 对 我们希望有人看到有人追价 有人愿意追价 价格才会上去 所以我会希望说 在它的这个 所谓主体过程当中 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有追价的买盘出现 就代表说 市场上面觉得市场股票不错 那我等了半天买不到 那怎么办 加价够啊 只要加价够 那基本上这个 各股的股价就会往上涨 就会开始往上走 对 走上去这样子 这是追价意愿 那再来这个怎么判断 最坏时机是否已过 对 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这个是在五个SOP里面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主观的判断 前面四个条件基本上都很客观 都是用一些电脑去选也好 或者是自己去判断也好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很客观的 第五个是比较主观的 对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现在 到底这个塑化股台塑士堡 是不是已经到最坏的阶段 对 这个问题一定是大 一定有正盘两面 有人说不行啊 中国大陆很烂 他起不来啊什么的 那也有人说 可是他现在已经跌到这边了 对 像台塑化MXC还把它剔除 那这不是要最坏的时间点吗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在这第五个SOP里面 我觉得有一点点去靠我们过去的经验 要去判断 要去判断 对 不过基本上有前面四个 当做靠山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选股的一个方向 大概只是差在就是 我这个股价要起来的时间点 到底是 可能一两个月之内会起来 或者是他要等到半年以后 才会起来的差别 OK 就是你等多久 但你应该等得到 因为你如果满足前四项的话 你至少他就趴在那里 至少他不会再往地下室去 对 只是你看那个最坏时机点 就等得久或等得快一点 对 这样的差别 那接下来叫进入实战 来为泰 给大家举例 那这样子的选股心法 你会选到什么 你有没有成功案例 我们来看你之前买的 成功案例很多 像鸿海 我觉得是蛮意外的 真的喔 对 因为其实我是在2023年的10月24号 如果说从周线来看 他是不是已经超过一个月以上 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 都在那边不动 他就归在那里 所以你要看周线 看长天期的均线 果然是专业 我们在 架庄股旋股法里面 我们判断位阶 我们会从周线开始看 从周线看看 月线又太久了 月线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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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看日线会被人说 他波动太多了 所以周线很完美 我觉得周线是比较適当的 OK好 那我们就把他切换成周线开始看 对 你先看周线 他是不是有点跌不太下去的味道 有没有足底的景象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看后来的这个 噴出去 因为后来没有看 后来没有这一段 所以你是在这个时候 2023年的10月份 只有到这里为止 就到这里为止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 你看他一直没有再破新低了 然后他已经有足底现象了 这样子 对然后你又去观察他的筹码 然后就选到他 后来就是他的整个外资的部分 他有突然出现 由卖超转买超情况 然后股价就开始有出现 市场上面追加买盘 然后就喷出去了 然后后来就往上涨 其实你没有等很久 对这个 这个运气很好 没有等很久 一下子就喷出去了 而且他的涨幅非常大 所以像这样的价装股的选股 他真的要开始涨的时候 他的幅度可以非常大 你看他从这个100出头 90几 100他一下子喷到200多 我都跟我的粉丝说 就是如果买完之后 一个月之内就大涨特涨 那叫做运气 我从来不会去设想 我买的股票在一个月之内会大涨 那你大概 价装股你可以等他多久 我觉得通常大概都在半年之内 我觉得会有一些反应 半年之内 对 还好我以为你要说等孩子长大18岁 哈哈 没有是不是通常半年左右 会看到成效 通常半年 半年左右会看到成效 如果他等让你超过半年了 放弃他吗 还是等更久 再等一等 通常半年 可能他前面的几个条件 会有点变化 例如说 法人的筹码已经不再这么的买进或看多 那时候可能我们就必须解掉这一个条件 所以其实你要持续去检视 我们刚刚那个价装股巡股的那几个条件 他还有没有一直符合 如果他一直符合你就等他 顶多半年 那我怎么看他有什么样的败向 我要把我的价装股卖掉呢 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不鼓励大家持股抱到天长地久 对 因为股票他是动产 他不是不动产 那动产 以前大家说他还不动产 应该买丁买党 是 可是后来证明他不是 那动产 这个 投资商品我们要尊重他的属性 我们就是要让他动 就是刚刚你说的 就是要低进跟高出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 决定要去做一个卖出的一个条件 例如说鸿海他在高档市场 已经有法兰区做了解 那时候其实投信开始卖超了 那回去卖超之后那没关系 可是他慢慢卖到 后来他跌破了月均线 而且重点是他反弹 这月均线站不上 你看他过去其实很少拉回 是跌破月均线 而且他这种跌破一下子就站回去 可是后来他跌破月均线 就想要站回去就站不回去 这就代表他的惯性出现改变了 就他强度已经转弱 所以你买进了之后就要开始看月线 应该说这档个股 红海他比较适合看月线 但差不多啦 我觉得台湾的电子股 大多数都是以月线 可以当做我们的强弱的观察 好所以你买进了之后 你就看月线 他跌破之后就跟他说再见 跌破之后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可不可以站回去 因为有些时候 股价他会跳上跳下 他有时候因为某些特殊关系 然后特殊原因 他会有点就是不小心跌破 但如果说他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他会重新站回去原来的趋势轨道 那如果说你给他机会 他反弹就站不回去的话 那代表说他真的就站不回去 那我们就换一次做 就放弃了 对 但是就是等到他下一次符合条件 我们再回来买红海 对 但这一次就暂时跟他说拜拜 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操作 对不对 好那现在更重要的是 既然红海你已经卖掉 来 接下来你有挑到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其实现在很关注的就是 星光金 因为今年我们从整个产业来讲 金融股应该说是 除了AI之外 就是获利跟成长的趋势 能见度是比较透明的 对 记得他在上季已经有出现 就是由亏转盈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他最坏的时候 大概已经过去 对 而且他经营阶层也换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短时间可能已经过去 还有什么比亏钱更坏的呢 还能够更烂吗 我觉得这个条件应该很难了 然后再加上他的股价 那时候已经过来8块9块多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 他在这边下来的时候 就他这边拉上去 但下来没有再破前提 然后亮缩 你去观察他没有破这个前提 然后到这里亮缩 其实到这个地方我还不太敢说 他就是确定已经落地 是上去之后来拉回 他家真的不愿意再去卖7块钱以下 就是拉回第一次没有破前提 然后再来又没破前提 然后每一次跌都没有破前提 你就确定了 市场上不愿意再去见卖他了 这时候就是 我觉得他的股价就正式做落地 然后那后来 比如说就传出来这种所谓的 这个财报素材不错啦 有获利数字出来了 股价就往上涨 但也有一些是因为 经营阶层的一个改变 对市场上面有出现追加动能 所以这个还可以再继续进场 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进场的 所以没问题 对 他还没有涨到心里中满意的那个点 我觉得还没有欸 我觉得还没有 星光晶喔 对 好那再来这个很特别 精华 对 精华是我的长丁股 因为他每半年配洗一次 我比较喜欢这一种 我最感到好感的是这个潘思亮潘董 他那时候就是在疫情期间 他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促销活动 甚至把达美乐卖掉 然后把那些钱是拿来配发给股东的 就他种种的这些的 所作所为 让我个人非常的钦佩跟惊讶 所以我觉得 一家公司有这样子的经营阶层 这家公司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就是一家公司在经营上 一定会碰到一些所谓的大风大浪 困境 对 可是呢一个好的 Leader 经营阶层 他就会想办法把公司 带离那个所谓的一个困境 对 所以即便疫情 他都可以带着大家出来 所以你相信他接下来 遇到什么问题也没问题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精华 他从前波段的高点到现在 他真的就是下杀一波 反弹一波 然后再往下下跌 对 那接下来再往下下跌 我就会去看看 再往下下跌的过程 他会不会再去跌破前低 然后这量输得很小 对 OK没有再过前低 而且也长很长一段时间 嗯 我是认为他就是 有进入到一个主体阶段的一个条件 所以他都还没有开始喷出 还没有 这都是还是在 还刚刚看到的 还在刚刚看到的 上节目当然讲一些 未来会长的 讲过的一张就没有意义 而且你还 我们维台还亲自帮大家 去现场勘察过了 听说你去吃了一顿好吃的 哦 人满为患 哈哈哈 所以生意很好嘛 对不对 要定外还定不到 真的喔 还要靠点关系要定到 哇哦 所以代表业绩没有问题 业绩没有问题 对不对 是好吃的 再加上你看嘛 接下来就中秋节 中秋节要干嘛 吃月饼嘛 赏月嘛 他有在卖月饼 他的月饼每一年都 很好吃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心意 很好吃 那他有送给股东月饼吗 前为止我没有收到 盘董 盘董 对 那个月饼 小股东的新生 我们为太想吃 中节可以哦 哈哈哈 所以他其实在每一个这个 节庆的时候他有推出一些 对 刚好都可以多赚一点钱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日K线 日K线这个我们就要持续观察到 那我什么时候观察到可以进场呢 现在就可以进场吗 我觉得现在因为他 其实他是震荡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全站稳 这个月线 所以我认为还在等等看 所以就是我们先观察到他 然后放到你的那个自选股清单 对 然后你就每天盯着他看 对 那我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迹象 你会进场 会先看到就是法人的筹码 可能会开始增加 所以现在法人还没开始买 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 还不够明显 还不够明显 所以你接下来去观察他 就是看到法人筹码开始进来 然后开始大家有在追价 然后会有些追价买盘出来 你就可以跟进去了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跟进 好 那么听完了维泰 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这个价装股的SOP之后呢 相信大家 下一次遇到大震荡的时候 一定都有心法 可以好好安然度过了 那今天非常谢谢维泰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到底你觉得 现在的震荡应该减便宜 还是千万不要接刀子呢 跟我们留言分享喔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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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